紧接上级 无赖租客执刀上门 索要150万拆签团 你想了多少钱你不清楚吗 那可是150万啊 这么大的事你还想不坐牢 你觉得可能吗 见张金花又开始哭了起来 嫌这样吧 我争取让你少探点 随后张伟便离开了看守所 张律师 我老婆怎么样了 什么时候能出来呀 事情的经过我已经基本了解了 与你老婆的这种情况 估计要蹲好几年 现在最主要的就是 争取到受害人星先生的谅解书 这样还有减刑的机会 这样吧 你先把星先生的电话给我 随后张律师便拨通了我的电话 您好 我是张伟 是张金花一家的律师 给您打电话主要是就入室抢劫案 跟您见一面 不见 我觉得这个案子没什么好说的 谅解也是不存在的 你还是想想 怎么让他少盼几年吧 随后 我便没好气的挂断了电话 要是什么事 都是道歉就能解决 那要小黑屋干什么 没过一会 门口忽然传来 一阵敲门声 我打开门一看 只见陈志生 和一位相貌平平的西装男 站在门口 您好 我是张伟大律师 刚刚我和您通过电话 行了 你别说了 我刚刚在电话里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这件事 我们不谅解 能明白吗 文言 张律师还想周旋几句 没想到一旁的陈志生 开口了 不是 你这小伙子 怎么能这样 我都亲自 登门道歉来了 你就不能原谅我们 就非得要逼死 我们家是吧 再说了 不就是拿了你家的钱吗 我老婆都知道错了 你为什么 就不能原谅他呢 你就非得看着我老婆 进小黑屋 才开心事吧 你还是不是人啊 你为什么这么恶毒 而且 我们家给你们家 交了快十年房租了 十年时间 就算养条狗 也该有感情了 可你们家呢 做的这叫人是吗 便说着 陈志生还哭开了 征服了你个老六 你怎么能 奇趴到这种地步 我说张律师 这就是你说的 已经充分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不可能谅解你们 说完我便关上了门 这时陈志生 突然开口道 张律师 你怎么就看着 不说话 现在人家走了 接下来 你说该咋办 你还问我怎么办 我早就跟你说 来了一定要好好说话 认错态度要诚恳一些 可是呢 你看看你刚刚做的 都是什么事 你那是认错求人的态度吗 行了 这也是意料之内 接下来就等着开庭吧 过了几天 开庭日如期而至 被告人 辩护人在法庭审理中 依法享有申请回避权 即认为和一庭组成人员 公诉人书记员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不能公正审理本案的 换他人审理 被告人张金花 听清楚了吗 听清了 被告人有自行辩护的权利 以上权利被告人 张金花听清楚了吗 听清了 这一连串的问答 张金花乖巧的不像话 完全没有当初 桀骜不羁的样子 被告人张金花 现在你可以针对公诉人起诉 指控你的犯罪事实 为你自己进行辩护 在得到法官的允许后 张金花开始 为自己进行辩护 法官大人 我进入房东架 只是想拿回租房押金 和分取拆迁补偿款而已 当时我以为 拆迁款我们家也有分 并没有意识到 拆迁款不属于自己 后来迟早 也只是一时冲动 没有想要伤人的意思 随后 张伟作为辩护律师 也站了出来 在抢劫的过程中 作为被告人 是没有产生 殴打被害人等暴力的手段 在拿到财务后 他也是迅速就离开了现场 没有造成他人的人身伤害 对于社会的治安秩序 也未造成特别严重的威胁 虽然被告人张金花的行为 法律难容 但是刑罚本来就是讲究 惩罚与效益相结合 因此恳请法庭判案时 予以考虑 此时 张金花一把鼻涕 一把泪地说道 感谢尊敬的审判长 给我这个机会 我认罪 本人因为不懂法 这才误入歧途 做出了违反律法之事 现在我知道错了 只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处罚 给我一个重新改过的机会 随着法官的一声锤响 现已查明 张金花入室抢劫 采取威胁手段 截取财务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 并未存在一点 该行为违背了刑法第263条 构成了抢劫罪 且抢劫财务数额 特别巨大 公诉机关 指控罪名成立 法院判处被告人张金花 有期徒刑十年 并处罚金一万元 李婷 兄弟们 这个结果 你们还满意吗 熊妈恶意阻止救护车 结果自己 送走自己的孩子 我的邻居 是一家三口 丈夫自己 经营着一家公司 孩子上着高级中学 大姐也是一位全职太太 按说这一家人的素质 应该很高才对 可没想到 有着如此差异的家庭 竟然完全相反 有一天 半夜两点 隔壁的大姐 疯狂打我的门 她说孩子 发了高烧 老公也在外应酬 没有回家 想让我 送他和孩子去医院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只想着孩子要紧 可当我们出发以后 大姐就一直不客气地抱怨 你能不能开快点啊 要是我儿子 出了什么事 你担得起吗 当时考虑到 大姐的心情交集 并没有搭理他这茬 可到了后面的 同一根的时候 大姐非常着急地 让我闯过去 还说要是出了事 她来负责 我也是考虑到孩子生病 其他的也没想 就闯了过去 等到了医院处理完后 大姐非但没有一句谢谢 反而对我说 你怎么开的车啊 这么半天才到医院 要是我儿子出了事 我跟你没完 我大半夜把你送医院 你就这么对我 气得我直接跑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 我收到了交警的电话 告知我昨夜闯红灯了 需要去交警大队处理一下 我在电话里和交警 说明了当时的情况 但是交警说 需要带上当事人 以及入院证明来 申请取消处罚 然后我找到了隔壁大姐 在我和大姐说清缘由后 没想到大姐居然反过来说我 你还好意思找我 昨晚我儿子都快烧到四十度了 要不是因为你开得慢 我儿子至于那么严重吗 不忙一声关上了门 我好心好意半夜帮你 到头来一句谢谢都没听到 如今还把责任怪到我的头上 我也只好自己当了这个冤大头 自己去交了罚款 怪就怪自己太好心了 后来有一次 在上电梯时碰到了这对母子 这个大姐看到是我 上来就是一个大白眼 我也懒得理她 就自己在那刷视频 等电梯快到楼上的时候 她那猴孩子突然对着我放开了水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的脚有些温热 顶头一看原来是这个猴孩子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那大姐拉着孩子早跑了 我追上去教她家门 可不管怎样她就是不开门 气得我不能同路 很想着如果再遇到这母女俩 我就闭而远之 省得给自己身上弄一身脏 可没想到恶人自有天收 这天这个猴孩子自己在电梯里 他觉得电梯的速度太慢 于是对电梯门大打出手 电梯不和她一般见识 便开了条缝 这个猴孩子就想钻出去 没想到前脚头刚钻出去 电梯立马就合上了 猴孩子的头直接被卡住了 后来物业听到动静后 连忙跑了过来 并及时拨通了120 物业也配合邻居 把电梯门给拉开了 当时这个大姐正巧在楼下找车位 可找来找去并没有合适的地方 于是大姐就把车停在了路上 后来赶到的救护车 发现前面坐不去 有辆车挡住路了 而熊妈也不理救护车 于是医护人员就下车和熊妈说 麻烦让一下路 前面楼有个孩子情况紧急 话还没说完 熊妈就说 急什么急 又不是我儿子 医生健壮便和护士说 反正就在前面 拿上氧气袋 我们走过去吧 可没想到熊妈却来了一句 你今天要是不道歉 你就说不去 然后双方在楼门口争吵了很久 楼上的物业 见救护车迟迟不来 就下楼查看 发现原来是大姐拦住了他们 物业赶忙上去说明情况 大姐听完直接傻眼了 赶紧跟着医生来到楼上 可经过医生检查 孩子已经没了呼吸 大姐此时除了哭还是哭 后来大姐便因扰乱公共秩序 关进了小黑屋 如果不是因为大姐的骨脚蛮缠 也不至于耽误医护人员的工作 没准自己的孩子这回还能蹦的呢 所以说与人为善便是与你为善 我是阿星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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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么哒